位于雪州雪邦的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KLIA2 那这启用以来啊 每天的客流量是不断增加的 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的数据显示 单单今年的首11个月 KLIA2所接待的乘客数量啊 就达到了2900万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% 那为了让机场服务更加的完善 管理KLIA2的这个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公司 今天就邀来了交通部长 为新增的设施举行推荐 交通部长陆兆福 今天为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KLIA2 免费提供100辆的轮椅和50辆婴儿车的活动 主持推荐里 这些机场设施都是免费让乘客使用的 此外免费电动车服务的次数也会增加 路线的站点也会加多6个 另外针对新加坡10里达机场 采用的仪表降落系统 明显侵犯了我国主权 和违反了国际法与标准的课题 陆兆福表示 他的部门已经清楚表明立场 不愿做出更多的评论 陆兆福补充 接下来就由马新两国的技术专家 一起来共商解决方案 双方将在明年1月中展开会谈 他们的大名中心 下来就由马新的余权 在明年1月中展开会谈 前年1月中展开会谈 前年1月中展开会谈